今天本来准备讲一个挺逗的事 但是开录之前我看了一篇新华社的报道 我想讲讲这个事 这个孩子的事 而且我没有任何评论 我们平常见到比如说爱打游戏的孩子出了事 你就见到有人评论 说你看看这游戏多害人 性格内向的孩子出了事 就有人说可得当心那些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我觉得这些评论都太随便了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 真的是可以有千万个原因 也可以说你就永远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而且我必须讲就说这个孩子干的这个事情 他是万中无一的个案 他不代表什么普遍性 我觉得 这个孩子在这个新华社报道里 这个起了个画名叫小龙 他喜欢的是什么 看小说 他看的小说 是我没看过的一种小说 就是网上的那种玄幻小说 两三百万字的这个小说 你要拿这个看书多少 来说有没有文化的话 那这小龙他比我有文化 我看书也不会看过一千本 两三百万字的书 可是他两三百万字的这个玄幻小说 他两三天就看完了 他拿这个手机偷偷的这么看 有时候呢 老师会干涉 因为他的是这个寄宿学校 他寄宿学校 比如说有这个管理的规定 像学生就寝的时候不能玩手机 上课的时候不能玩手机 有时候老师当然就会管他 这个事咱们还是从头说 就在12月4号 这天早上 在湖南少东县一个高中 早自习刚完 这个同学们呢 在收拾课本 小龙的妈妈在门口等着 因为小龙呢 这个11月的一个月考啊 磕磕交白卷 所以班主任这个滕老师啊 那就叫他家长来 带着小龙去跟滕老师谈谈 就在这个时候 小龙在这个教室里站起来 环视周围的同学说 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他平常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他的惊喜是什么 他身上带着三把刀 然后他妈领着他 就到了滕老师的办公室 滕老师一见就说 这家长来了 今天找您来啊 是谈谈他这个交白卷的这个事情 话音刚落 这个小龙蹭一下子 手拿着两把刀 上去就冲着这个滕老师就捅啊 一刀就捅进了滕老师的这个脖子 光击这老师就倒在血泊里 然后这小龙第二刀 第三刀 他妈妈在这拼了命的拦着 拼了命的抢 从他手里抢下一把刀 还有一把刀还举着 97班的同学听见声音进来 一起夺下来他第二把刀 他妈妈瞬息之间见到这一等这个惊变呢 他妈妈都都崩溃了 就是说你把我捅了 你把我杀了吧 结果被抢了刀的这个小龙 看着他妈说 我要不是刀给抢了 我就一刀捅了你 今年7月份 他满了18岁 这个新华社记者在这个看守所啊 见到他 比较瘦弱 戴着个高度近视的这个眼镜 隔着这个栏杆啊 你甚至能觉得这个孩子有些亢奋 这个记者都惊着了 就说在采访过程中啊 这孩子简直是云淡风轻啊 微笑着跟你反问 或者是这个 这个说话非常平淡 然后这个记者就跟他讲 说这滕老师 你你为什么杀他呀 他说 他的命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那说这滕老师是对你不好吗 这孩子说 这滕老师他除了有点啰嗦 其实人还不错 就说这两年来 从来没有暴力对待过他 也没有伤害过他的自尊心 那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呢 他就说 唯一说得上来的就是说 他11月的时候啊 这个周考成绩不好 这班主任嘛 这个滕老师就这个劝他 建议啊 减少这个月价 他们好像有这个月价 就减少月价回来补习 这下这小龙就有点不高兴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月价少了 然后他来了一什么呢 11月底的月考 磕磕交白卷 这下子 这滕老师不就得找家长来谈谈了吗 就在这个过程里 他这个心里杀人的念头啊 越来越多 所以到11月30号 他自个就买了三把刀 放在身上 就想找机会 就下手 然后这记者就说呢 你此时此刻你不后悔吗 你不觉得抱歉吗 这小龙说啊 干都干了 有什么可后悔的 抱歉 这滕老师的家里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有什么可以感到这个抱歉的呢 就这么一个孩子 然后这个谈别的都是这样淡然 只有谈到这个玄幻小说 他眼睛就亮了 刷摘卡 最爱看的就是小说 他说我的世界里就是我一个人 说什么考大学呀 将来娶妻生子啊 以后干什么工作呀 他说我对这些完全都没有什么指望 我想都没想过 只要能让我呀 这个看小说睡懒觉 哎我就行了 别的谁也别管我 就说这个父母亲啊 父母亲你最好你跟我啊 他最喜欢的方式是给我钱 然后什么都别跟我说 其实呢 这个他父母亲一直觉得 这孩子平常挺乖的 不声不响 他妈妈是一个这个香包厂的工人 他爸爸呢在广西打工 他爸一个月给这孩子打个电话 那父母唯一问的就是学习怎么样啊 成绩怎么样啊 哎 这小龙啊 嗯啊啊呀 那父母说好好学习啊 行行行行好好学习 也没有什么叛逆的一个表现 实际上就是日以继夜的啊 就看这个宣幻小说 他这个在干下这个事情之前 最后看的一个小说 大概是就有个什么玄幻仙暇 什么 我弄不清那是什么 都那一类的啊 最后那个小说的主题 梗干 就是说这个少年呢 立下道心 走上这个修真之路 修道之路 所以他就在这个杀人之前呢 有一个的前夜 跟这个寝室里的同学就讲 就笑着说呀 就说我呀 这个大县将近 阳寿已到 大家也不觉奇怪 就觉得他平常说的话呀 都是一些这个玄幻小说 像武侠小说里的台词似的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而且呢 他能到什么程度 就说沉迷在这个玄幻小说里头啊 他连这个代课老师 长什么样子 他都不记得 他父母干什么工作 他也不知道 父母亲的电话 他也不知道 就等于他别的什么都不关心 什么都不知道 完全沉迷在这个 玄幻小说里头 你说这个滕老师 被他杀的这个滕老师 是个饿的老师吗 可是这个九七班的这个学生啊 都管这个滕老师 叫滕亲妈 这老师是非常的温和 学生上课睡觉 他轻轻拍拍肩膀 甚至啊 因为是寄宿学校 这经常见老师提醒他 哎 明天多穿点衣服啊 明天可是冷啊 这全校都知道 这个滕老师 很温和的这么一个老师 所以就连这个小龙自己也说 就说他这人不错 那你说你为什么 就要这么捅他呢 那你要这么杀了他呢 所以我就说 这个你可以说出有千万个理由 但是我觉得有些个个案啊 他就是没有理 他也可以找不出这个理由 你说啊 这个是看这个 虽然我没看过这种小说 而是看玄幻小说 那看玄幻小说的孩子多了 那难道都捅人吗 所以这个小龙 现在记者来到他们家 你看他的这个妈妈 哎呦那就是一直哭的 这个蓬头垢面了 已经是 就是他的爸爸说 我只读过四年书 我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我对不起学校 我这个对不起老师 那记者说 你想见见你的孩子吗 不是想 说那见着你的孩子 你想跟他说什么呀 他爹说 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所以你现在听了我的描述 你是不是脑海里出现一个一个印象 就是说 哎 一个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的 玻璃罩子里的孩子 在我脑子里出现这么一个想象 就是说 你看得见他 可是 他跟外界是绝缘的 他有没有看见你呢 他可能视而不见 我想可能对他来说 杀滕老师 或者杀李老师 或者杀张老师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 这一种 这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 只是在一种 玄幻小说的这个世界里的 这么样的一个孩子 他脑子里能转出什么念头啊 那真是不是咱们可以想象的 所以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应该讲一讲 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评论 我是说 从一文中 直到一文中 大概 我们在这边 就是 我们在这边 咱们